这里是外山群岛海域 驻香港部队青州舰刚刚进入演练海域 和远处的法舰蒲岳号展开海上联合演练 这也是驻港部队首次和来港外舰展开海上联合演练 在距香港岛约20海里处 驻香港部队海军青州舰完成了 与来港法国军舰蒲岳号的首次通信对接 两舰通讯全程使用国际通用语英语 充分的前期准备保证了演练的顺利进行 这次演练课目包括海上编队运动和航行纵向补给两项 Vixor Mike, this is Kubek Zulu, Roger Now, the second sea area, the planishment and sea commences, over 我舰和法舰它属于不同的舰行 在编队运动过程中呢 它的这个到达正位的这个时间 以及到达正位的相对位置呢 这个会出现这个和我们在预计的方案中的 一个偏差 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 我们在前期的是做这个方案上的这个推演 记得了解到 这次参加演练的来港法舰蒲岳号 是一艘导弹护卫舰 1992年开始下水服役 母港为法国太平洋属地努美阿 作为法国部署海外的军舰 它担负海上巡逻 海事交流合作和执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通过这种海上的联训 进一步的增进中法两国两军之间的这种友谊 进一步的密切双方的务实友好的合作 除了海上联合演练 这次法舰蒲岳号来港 还与驻香港部队进行了礼节拜会 互相参观舰艇和专业交流等活动 这艘军舰很棒 干净整洁 军舰不大 但作战能力强 配套了很多舰炮武器 中国海军现代化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世界一流海军